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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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请帮助 今天是《华严经》的课程 讲的是华严一海拜门 上堂课讲到原生汇集的出名缘起 已经到出名缘起的这一段的第二号 最后的第二号 这一段的最后第二号 上次讲到 但缘起体极起横不起 所以那个缘起体极你是在绝体上面 就在这个大方广佛华言体上 你念念已然知道当下回光 既然是当下回光 眼前的最有一切感受 所以一切意念现前处 那个不是缘起 所以你能够所指成的一切六根六成 一切对待境界 不都是缘起的种种限量 但限量现前时 因为你明白是绝的 将来你慢慢在你心底深处 你念念在绝这个字上面 已然念念之间慢慢熟悉 因为你熟悉的关系 就在缘起当前 已经不必别人提醒你 你也不必更要刻意说 你要去体会它的体积 你是明白其实就是打绝心体 因为就是打绝心体 一体是绝故 所以你就不会更说种种缘起 你不会忘说种种缘起 因为你不会忘说种种缘起 你不会随着缘起的忘作上面 其他感觉上有种种忘动 那叫体积 所以那个体是你一个行者 念念之间在心底深处 念念已然念念认本的体 所以这个极字要在哪里熟 极字不是在断命上结的 极字当前是要你知道 它长久是能够横然缘起 你不能够担当一切缘起 你如何能说你体积 你当下如何能够证明 你真正知道体积 你能担当缘起一处 我才可以真正证明你懂得体积 讲理认为是一般的世间外道 或者是世间一些小教之人 所体会的那个叫做担当缘起 是真有一个缘起可以担当 那你永远也不知道什么叫体积 你纵然觉得说有一个东西 我在面对它 我能担当它 似乎感觉到好像 我有个担当的这一念 心中的这个包容心 好像真的不随它所动 你那个不随它所动 常常对待的是妄动 将来守久必疲 就是必然会疲劳 将来再手流转 所以那不是一般的世界那些外道之人 所以为的如是 好像佛门之中的解释 就是这么讲的简单轻易 他们之所以能解释 事实上一大堆人 大部分人都是如是解释的 都是这样的人质 所以佛门中的教授 叫教授必尽行者 必尽学人 在你当前的缘起 你说担当处 我说你能不能担当处 是告诉你 你是不是真的正德 它全然是一体叫担当 还有二你怎么叫担当 那个担当都叫妄作 有二的担当是造作相 你明白根本就是一体 那个根本连造作都不必造作 当下就叫担当 镜子上面 你知道镜色就是镜体 你需要刻意说 你要担当镜色 你不知道镜色是镜体时 你所谓的刻意担当 你也永远在心中 永远是负担负累 你根本明白就是一体 眼前的镜色任其幻化 为什么任其幻化 任其幻化不是真有一个镜色 还在幻化 而是你真正知道 那个如是根本的清明妙体 大方广佛华音体 它就是能够随缘 启程万化 正在万化之时 就是根本全然一体当下 所以它在一体当前 很常万化 在万化当下 它常然体积 这叫原生会集 这是你念念之间 你已经慢慢慢慢思维 这个根本的佛性 你真正的根本心体 而且讲这些道理 不是告诉你 你本来不具足 讲的是佛门之中 好像超越众生 根本心性 以外很遥远的东西 是让你会觉得很迷惑 讲得如是 是不是你真的能够 心中能够证得 事实上不然 佛门之中讲的东西 都是当下告诉你 当前就是你天天在用 你只是不认得 你本来面目而已 就连你这一句话 你觉得找不到 你觉得自己 起成种种疑惑 那个当前的决心 也都不是这一句 谁在为你呈现种种 以疑惑的种种问句呢 能够为你呈现 种种疑惑问句的 那一面大决心体 也从来不多 任何问句跟疑惑之上吧 它能起根本不多 那不是体积吗 那你那所有的一切 疑惑跟问句 没有如是根本体积 本来超越一切 种种问句 种种疑惑的根本 本来的亲民 你哪来的那么多 哪里能生那么多的疑惑跟问句 问句自己不起问句 疑惑自己不起疑惑 你要是说你都是疑惑 叫你真的认为你能起疑惑 你不认那个决心 你以为你是疑惑 疑惑就应该常都是疑惑 你常处在疑惑 那你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疑惑 就好像内言经讲 于常游在海大海之中 长寿贤味 他也就不知道贤 不但不知道贤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淡 所以这个才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行者念念归家 念念要在心中熟透的 心中的根本的指标 那是你心中必须要在如实礼上 念念如实聚会的心里面的根本的方向 没有如实的方向 你不堪称为行者 你不堪叫做狮子 既然是狮子 你就要念念之间 要在根本本来的佛性上 在自己本有的如实 世家的本有的亲民上面 你念念传传 那才能够叫狮子 所以我们常常讲到那个忏悔 最重兴起江心忏 你现在知道怎么忏了吗 过去讲到最重兴起江心忏 你永远都是抓着有一个罪心可忏 真的有一个造罪造业的心要忏 你抓到一个罪心要忏 那能忏所忏根本都已经脚烂 那你如何能够忏得轻轻 你能忏所忏都还在如实中间 你根本离不清楚 你又如何心若亡实 你又如何忏到心若亡实 所以连猜鬼都是要你念念之间 就在如实大觉心体上面 你要念念回光 念念担当 那个最重兴起 那哪一切世间的一切感受 最初你觉得被觉合成的一切 众生的过去的习气 哪个不是你大觉心体 你不认这个大觉心体 那当然就起成种种忘力的种种心嘛 我没有要你在忘力的心上忏 你要在忘力的心上忏 那个已经是忘 你干嘛逐忘说忏 所以说忏是告诉你忏什么 忏你不认如实根本本来的妙明心经 大方光 佛化掩体 所以忏是从一个树心旁 从一个仙 仙系的仙 那意识告诉你在哪里缠 要心力在根本中缠 要心要站在念念之间 入心为戏中缠 你要明白如是为心中道理缠 你若是真正在那觉体上 看到过去的一切罪念先前 一切念头先前 你慢慢已然就是什么 你已经叫做归家人了 因为你已经懂得在决体上担当的人了 你在感受念头先前处 你都会比一般的凡夫啊 多一念心中的智慧 什么智慧 你已经知道念头先前处 你已经站在有一个决得念头的这个决 纵然还未正道如是的大决的根本 但多少你都已经分得清楚 能决所决 你但有一点站在能决的根本亲民上 你就不是所决的势力 能决没有所决也没有能决 所以你也不会抓到真有一个能决 但是你不会抓到真有一个能决处 你却常常就在能决之中看这些所决 你在能决看这些所决 所决居然没有任何过去的一切妄想实力 所决无妄 能决也不住 叫做心若亡实啊 你只要真正心中能够念念之间 如是回头 如是在如是道理上任 你将来就会入如是心中的微信 而且你也会发现你天天在用啊 这个佛心你从来不是啊 因为你决得能决所决处 不都是决吗 只是你不肯在这个道理上认 只是不肯在这个道理上面念念熟悉 所以你老是什么 老是觉得找不到 老是觉得好像这些道理离我好远 你觉得这些道理离你很远 决心也没有亏负你啊 你不过就是在决心为你献出 你现在觉得很远这个念头时 你甘心在这个念头上面 你念念熟悉而已 因为你念念熟悉 所以你永远就抓到那个 我好像找不出任何道理 我好像离我很远 你就在这里起身幻觉 你就在这里起身幻觉 你不都是你熟悉来的吗 而且你正在如是熟悉当下 你都能够知道你的决心 也不是这句话 也不是如是幻觉啊 但你为什么老起如是幻觉 就是你所熟悉的地方 你过去习气所熟的地方 习气太深的地方 但是你已经能够这样子解释的人 你真的已然在心里面 明白这点道理的人 你都已经叫做可救之人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知道决心 都不是如是念念 感觉到找不到的这一些妄想熟悉 但为什么会躲在现前的这一念 却念念之间感觉到 好像这些道理跟我很遥远了 因为我过去就在负面的念头上 太熟悉了 因为过去的负面念头上太熟悉 所以才在根本决体上 非种种熟悉不熟悉的亲民之中 我忘堕某一个区块的熟悉 某一种熟悉 所以当他懂得这个道理时 他心中就有信心了 什么信心 我只要在现在虽然感觉到找不到 我只要念念向他去认 总有一天熟识 我就不是过去那种凡夫 你永远以为找不到的那种妄想熟悉 那种委屈熟悉 而且你是念念之间熟悉什么 熟悉你念念心中 笃定我有信心 我一定能够密得的这种行者熟悉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破坏心意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太患 整体太患 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坏了 你才真正知道罪从心起将心禅 原来你知道禅什么了 心若明亡时罪已亡 你才相信罪已亡 你眼前看到一切的感受 你就不是他了 当然罪就消了 终然将来因为你过去所造的业力 你这个幻体身形躯干 可能要受一些业力 在妄业之中的幻化 受一些大苦 可是你要是真明白如是道理时 你连这个身体 这种种一切形体造作 你都能放得下来 因为任何形体上面 身形上的造作 也没有离开过去 所以念经讲一根若返原 六根都能解脱 我们还不要讲到 这么样深的境界 你要是一理能够体会 你一切念头当前 你都能体会 你心中明白如是理时 你身体上的任何觉处 你都知道 觉体早就超越如是种种处 你念头所起的一切 我以为我在受任何报应 那个念头起初 你也早就决心看这些念头 纵然幻业之中 能够呈现过去所做的业 丝毫不爽现报 但是正在现实 不能说你在受业 你现象一定如是长 一定如是还 但你却不一定是如是收 所以过去像阿罗汉 正在当阿罗汉 过去的冤家来寻来找 他一样有这些业报的像 可是你不能说他真受如是业 世尊成佛了 穆次穿足 马迈三 这个三个月 你不能说他真的如是收 因为他就在决心看受与不受 决心看受与不受 根本不剁念头的受跟不受上 你说他受不受 何妨任其呈现 所以过去有很多祖师 像安石高祖师 开悟了以后还人家两条命 你不能说他受与不受 你就算没有正的那一念心 但你已经明白如是道理 你心中能够明白如是道理时 你心里面那个智慧的那个担当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精进 那个才能够真正叫做禅定 那个六度都在期间 所以纵然没有正的圆满 但你已经叫什么 你已经叫行者 你已经在上面 你会发现你的智慧 作用一切形态就会不同了 让一切感受现前时 你自然就能够成就 忍辱 你无以正根本 但最少你都可以看到 你心中有一念智慧 如同世尊过去实现的忍辱闲人 割力往来割结你 就是烦恼那么大的冤屈 在割结你的意识 割结你的智慧 你都无惑 你不但无惑你还告诉他 我就在决心上面 你越是割结我的人 越是触恼我的 我就在这个境界里面 我还你本来面目 所以当下第一个就是度他 就是度你 当前就是度你 你念头也是 最强烈正在割结你的 正在触恼你的 当前就是用决心理对 决心来度相度 念念当然都是 你念念都叫做什么 忍辱先人 念念都叫做什么 都叫做还发愿 当下要度你 如同割力往 割结世尊身体 心体 所以那个都是 过去讲的一些世尊的故事 你不要想要说 那是过去无量节前的 久远中的故事 而且又是世尊的故事 与你无关 无量节前也就是在你 心底深处的无量节中 世尊所见的一切故事 现出世间的 所以一切的种种现象 都不离你心中的根本的作用现象 性格现象 所以连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彼此的 我们的彼此的生活行为啦 现出的种种容貌啦 形态啦 不都是从你心底深处 心底深处 如是心性之中 所呈现的吗 你以为你活在哪里 你真的活在这些气界之中吗 你没有那个心 谁在享受如是气界 假如是气界 假如真的是气界 你我应该所享受 都应该要同 因为都是气界 那为什么有的人就在气世界中 有的人他就想得到 有的人就享受不到 为什么 那不是业力吗 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气世界 很多的气物 因为有负有贫 有有得的 有无得的 有福的 有无福的 好像气界之中都具足 只是有的人他享受不到而已 错啦 他不是享受不到 你不能站在 你还有一点点时间望福 你享受到这种心态 你以为那是那些无福的人 享受不到而已 你就算把你的东西给他 他都不知道怎么想 你知道吗 因为心性根本不适应如是无辜 你甚至硬要他想如是福 他搞不好就暴毙了 他根本无福销售不 对你对他来讲 根本不叫想 那叫灾难 所以你活到哪里 你活都是你的心性中 终生多在业力之中 也是如是活的 所以将来你要是成佛 你一样能现世界 那一样能现心性之中的 所有的一切境界 那是故事吗 那还是故事吗 割裂网割结身体时 你就是人如先人 当你要成佛时 你会发现你念念之中 你每一个念头上 就有一个人如先人 常受割裂网如是割结 就在你法界当下 那叫无量劫 那你为什么能够这样子体会 因为你真能体会到 缘其体积 其恨不起 刚刚讲的是忏悔 那讲讲理佛不是吗 能理所理性空极 我此稻草如地珠 所以你也都是要在这个上面 念念之间 佛门之中的教授 从来没有告诉你 只是用世间的感受之样子 用这种烦情的对待 真以为在烦情之外 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圣性 念念之间 他能够施大慈悲来拔就于你 你不是自己还在绞绕 自己还在搅烂你自己的心意识吗 还在委屈你的心态 那怎么会叫做大教 所以成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都不是现在人心中享受的 想象这么悲屈这么委屈 虽然叫做三根仆辈 但是他接引都是什么 接引都是将来真正能够什么 能够真正发菩提心人 这是什么意思 就算你不知道 你最终不懂得发心 但你要制成老师来念 将来这一念潜移默化 以绝印绝 本来绝性之中的根本的信用 他就会在潜移默化之中 你慢慢都能发 阿弩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你慢慢都知道 什么那个念头是对 什么念头是委屈 什么念头不该 是这样子说阿弥陀佛 你怎么念那么久 你还不知道 那就是因地心中念佛 发心不争 你念一个世间的圣人 念一个世间的善人 你心中常常如是怀念 常常如是思议 你慢慢都还能够做潜移默化 你慢慢都能知道 圣人跟善人应该有的气度 应该有的思维 应该有的担当 应该有的肩膀 为什么如此 佛性如是 觉性如是 你只要不刻意扭曲 委屈于他 你就应该如是张扬 所以你从根本不懂得到的人 你只要好好念 他就能够接一领 这叫三根仆背 那三根仆背的意思就是 从下根你能够慢慢慢慢 由下而终 由终而上 那才叫仆背 毕竟将来成佛 叫仆背 不是说三根仆背 就是我是阿弥陀佛 三根 你是下根 是不是 我也是这样救你 那什么叫做这样救你呢 用世间人所谓的三根仆背 就是永远都是阿弥陀佛来救夏列根 阿弥陀佛来救夏列根 就是你夏列根就是夏列根 你只是蒙佛来救了 你将来是不是中根 会不会变上根 你根本不管 你就是夏列 你就等着一个力量来救你 那光这一面心在因地心中 你都不是一个行者的心 你确实用这种卑劣 潜在意识里面你根本没有搞清楚 你到底是发什么意义 发什么心中的这些声音 你在说什么净土法门的 然后你知道原来下根能中根 中根能上根 这叫三根仆背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你现在好好念 你应该要入如实道理啊 你怎么还不入呢 讲你说没有关系 我只要好好念佛法师 你跟我讲这些道理我根本不听 我去了阿弥陀佛那边就好了 那你说的三根仆背就是 你是定根叫下根 你不过在定根下根当前 你只是相信有阿弥陀佛来救你 但是那个救你 在你心中不叫潜移默化 也不叫以绝应绝 就是你永远小手会抓着一个大手 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你讲天方夜谭 你讲童话 所以那叫可怜 那都不是在决心上面 体会的东西 所以当你真正能够明白 元气体积时 起横不起 这个起横不起啊 为什么今天也我在这个上面 多说几句 这个起横不起 是要你已经明白了易如啊 不是说真的有个东西起 那横不起 我常常就不住啊 什么叫不住 不住是你明白易如叫不住 不是在感受上面 真的有一个方法叫不住 假如那个叫不住的话 那令人经都跟你讲 无着不住 如同龟毛吐角 你在这边说什么不住 你不住要是有对待 有个对待说我不住 那你根本就叫做造作 怎么叫不住 那就是住 你以为你不住 就住在你以为不住上 怎么叫做不住 那根本绝对待的 那才叫真不住 绝对待如何绝对待 你说绝对待 你法师师父你讲 不要太悬如何绝对待 你明白决心就绝对待 绝对待不是你刻意造作 能够绝对待的 你刻意造作的绝对待 永远离不开对待 因为你在说绝对待时 你用众生的语言就是在对待 对待一个对待上面 你说绝对待的 那绝对待就在对待对待 听得懂吗 绝对待就在对待对待 所以你要明白绝体呢 有绝对待跟对待都是绝 你根本不会住在绝对待上 也不会住在对待上 你根本体积 那叫轨迹 但你就会知道缘起当前 念头当前就会陷入实相 但慢慢你会发现 你陷入实念陷入实相 你心中就念念不住 念念超越 因为你只要解释对了 你只要念念熏悉的方向对了 你念念开的是佛之间 你心中就如实张扬 你就能够如实张扬 所以那叫起恨不齐 那起恨不齐 那起恨不齐 是因为你答体 你明白答体 但这个不起之处 念念随缘 这便下一句 答体随缘 不起恨起 你明白是体的 叫答体 那答体当前何妨其随缘吗 缘不过随缘二字 不过假明而已 什么叫假明 就是一体是觉 现出种种 作用时方面叫做随缘 叫做假明 但是要听清楚 什么叫现出作用 镜子随缘现色之时 其实就是进体 但是进体你不能说 它是哪一种色 进体你也不能说 它是无色 它非色非非色 所以它在根本 你不能拿色与非色 来量它的根本的 清明进体上 它不能现色吗 而且现色当前 就是进体现出 但是进体现出 它随它现出 却起成种种差别的进色 但是明白道理 明白道理的人 就会知道 在这样的差别的 进色的种种幻化里面 全然就是进体 你不能拿任何东西 想要拘泥它 想让它限量于它的 限就是限制的限 限量于它 所以任它就是 起成青黄赤白 大小 种种差别 何妨呢 因为它就是进体 但是就在这个 你知道它就是进体下面 它上面它会限大小 青黄赤白 限大小长短 青黄赤白 种种不同的缘起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你已经知道 它不过随缘而已 大体随缘 因为你永远不会离开体中 说随缘 随缘而已 限有什么关系 那限处叫做随缘 但是随缘处就是进体 就是决体显现处 随缘处就是决体显现处 叫大体 那大体何妨认其 种种差别随缘 你明白镜子时 我讲过镜子 它不是种种器物 也不是种种形态 你明白镜子时 就是在任何器物上 能看到种种镜色 随缘对应时 显出镜色 幻化处那张镜体 但你永远知道是进体 任其幻化 任其幻化 你都知道那是镜子 大体 何妨幻化 为什么它能幻化 随缘 但这个原字 你讲这个随缘时 不是真有一个语言 可以随 那是假名 只是你要去讲说 为什么它起成种种幻化 你说随缘 但是事实上 你说随缘时 这这么样大的随缘处 你都知道 它就是一体 那叫大体随缘 这个道理 你要慢慢就要思维 将来你要在那个观想之中 要是不懂得这些道理 你要脚绕 你甚至要跌跌撞撞 好些年的 我们初将来 就是把我们过去 这样跌跌撞撞 这些经验告诉你 让你少走一些委屈路 就算你真的要走 多少你旁边有点声音 它在你走到那个委屈时 你不必真的受那么大的 心里面的煎熬 最少有一点声音 给你一个大补铁在后面 给你补一补 让你不起迷惑 所以这叫出家人的伟大 那为什么叫不要出家呢 没有一个人敢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舍去过去 你在红尘之中的一些妄想 哪怕是维系的妄想 你都知道不可以 虽然你刚开始出家时 还不是说真正 一下子就能够走出 这么样那么多的 过去的习气的业障 但是却在每次业障先前时 每次业障冲击时 你冲击到自己 跌跌撞撞的 然后这样片体鳞伤 有的时候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能够走得出来了 就在这里不断地咬着牙 撑过来的你知道吗 你以为就是你随随便便讲一下 我不必出家 你在家就能够走出心中那么多的执着吗 要是那么简单 真的要是那么简单 众生都那么简单 随便就是所有的一些执着就放下了 在种种环境 在家菩萨马上修就变成了大善之事了 那我告诉你 那出家人都应该早已成佛了 那你大善之事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都成佛了知道吗 我这个是骂人的 我这个没有说这个妄语啊 未真言真 所以你知道出家是为了什么 就是因为在家习气太重嘛 我才出家呢 就是要懂得放下在家习气嘛 慢慢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你才能够面对种种过去 你所刺激念念之间 未察觉的任何刚强的在家习气嘛 让它浮现 你要有一个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心中的期许 然后才能克制念念之间 一直不断向外向上涌出的一些 在家的各种种恶念 在家时所积聚的种种恶习 你要是没有一个不同的身份 没有一个不同的向往 你面对那些念念而来的 那些在家的气氛 在家的恶习 你汹涌而至时 你根本 你没有方向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期许啊 你没有惭愧啊 你就认为那有什么不对 我在家就是可以做 这就让人生呢 有什么不对啊 只要好好地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 过着幸福安乐的日子 不要亏负此生就叫修行 就怕你 这一生是没有亏负了 因为它永远让你很满足 但永远知道让你满足都叫毒药 因为它每一个满足上面都在满足你的观感 但是你的观感却不是真正那么容易满足的 你总有一生你会满足不了了 满足不了不是这些气氛间东西不能满足你 而是你的观感永远不能满足气氛间了 那个怎么叫做修行都是那些妄想语言 所以你要明白那个答题 答题当下就随缘了 不起横起下面这句话不起横起 那是心中对现前最为一切缘起当前 那种心中已然明理的自在 什么叫自在 因为您认起你怎么变化 它根本常驻于心中的本来 所以我想自着本来 在着常驻 本来常驻 那叫自在 为什么刻意要这样子解释自在 你要是解释错了 你认为的自在都度众生的妄想 你认为什么叫自在 潇洒 嫖逸 自在 中国字用的字 你小心它都还有一些负面的意思 潇洒 潇字也有负面的意思 撒字也有负面的意思 不要太过潇洒 这都不是那种心中的那种妄想 那是因为你真正常驻 本来常驻 你才自在 什么叫本来常驻 你认起种种幻化 你根本不做幻化上面 你都是住在根本心中的 本来常驻的亲民上面 你才能自在 因为这一面亲民可以认起千变万化 叫自在 你躲在幻化上面 幻化绝对不堪 担当任何幻化 怎么叫自在 何况你在幻化上面说自在不自在 那叫可怜 那叫麻痹 那叫吸毒 那任何的一切感受 一切的事情的变化 不都是在你根本本来常驻 根本不变的心中的亲民之中 为你呈现的吗 为什么我会说它是不变 因为在汉传佛教逻辑是告诉你 因为它能够堪当万变 所以我肯定它不变 这句话只有行者能够 心中能够品得出味道来的 不是修情的人在这句话上根本体会不出来半点 他只会觉得矛盾 因为堪当万变处 它就是哪个变 它合成试过一个变 能够堪当万变 它才叫不变 懂吗 不是你过去守着那个不变 永远死在那个不变之中 那种顽固叫不变 那个不变跟万变就是变 从一个万变之中变一个不变 你不还是变吗 那是万变之中的某一项而已 某一项万变里面有一项叫做变成不变 他说你还叫万变 真的叫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那才叫自在 那任何世间万发都是如此 世间所有的一切器物 因为它毕竟都是从大觉心体 众生中从大觉现前处为其呈现的 所以为其呈现的一切器时间中 你看得到的只成得出来的 你能够接触到的一切器物 都没有离开过如是法术 因为它都是缘起 但是佛门就最直接了 告诉你这一些缘起事实 是叫你不要在这世间上 一些器界当前 你还在随着以为是真实 还在流转 但是不是告诉你 不随器世界流转 就叫做必尽了 因为你内念心不正德 你内念根本本来面目里还不小了 你将来就算步随流转 你这句步随流转 不是还是僵直在七世间中的执着吗 你只不过嘴硬而已 我以为你永远必定是活在七世间 因为你内念心永远七世间 于是乎你 你板着腰 板着腿 挺着腰 嘴硬 觉得嘴硬说 我超越一切七世间 你开玩笑 你靠超越 光你这一念就知道 那叫可怜 这慢慢你就会知道 那一念大觉心体现前时 都是一切现在的一切前变 一切气界的感受 一切眼软鼻舌身意 色身相会出发的变化 那狠起 认起狠起 那狠起处你就知道是什么 你就是答体 你根本就是答体 你认起随缘 认起变化 那才叫大自在 所以那个才叫做 那叫慧疾 所以慧疾后面还要告诉你 它就让它狠起 因为你能够让它狠起 我才知道你永远不昧一如 因为你不昧一如 你让它的狠起 你才能够担当那狠起 那个狠起永远叫做慧疾 所以慧疾不单只是告诉你 疾 真正的疾中的 本来的面目 它就能够担当一切那个疾 因为为什么它能担当一切 这句话你要永远在心里面 不断地反复去思维 因为担当一切就是一体 不是真有个一切能担当 不要一 我一讲到你担当一切 你就在那边想 哎呦 担当一切 有个一切可以担当 你又忘记一体了 你要明白一体 你念念都在一体上的续思维 你当然知道它能担当一切 因为一体献出的一切 那一切也是一体担当 只不过一体献出一切时 方便说种种相撞 说一切而已 那不都是一体吗 所以慢慢你就知道 它能够什么 那才是真正叫会计 如是见者 明实之见也 所以你如是见者 这个见字 是跟行者说的 跟学人说的 所以这个见字 竟然是跟行者说的 这个学人说的 不是说真的有个东西 好像用什么肉眼 这样子去忘说 见与不见的 这个见字真的要用到 你当然不敢说 你开五眼了 但是也没有离开过五眼 你念念要在决心上体会 就是佛眼 你在决心上体会 所以你必定在现前的 所有一切作用之中 你慢慢就能够解其法术 解其一切的种种法相 法性 那叫法眼 你虽然你只是在解释法相 法性 所以你当前就是什么 不断地在种种担当之中 在会解当前 你慢慢慢慢融入会解 慢慢就能够成就种种会解 慧眼 慧眼 慧眼现前处 你站在感到一切的感受的变化 千变万化时 你永远发现 你根本站在一心体上去看一切千变万化 因为你已经在解释了 因为你已经在解释了 所以就会有一个作用 就在最末梢处 它永远是站在一心的信德上面 看一切随便的变化 你已经慢慢解释出来天眼 所以天眼从一从大 既然是天眼能看一切万化 所以你会发现 那有一面心就是任其万化 肉眼 你会不知道万化吗 知道万化那叫肉眼 但正在万化当前 你永远是知道 那根本就是一心 天眼 你为什么能够解释得出一心 因为你心中你念念之间 必然有你所修学的方向 有你念念将来要印证的根本 慧眼 那个慧眼当下在哪里印证 在佛眼中印证的 既然在佛眼中印证的 所以现在在慧眼开发处 你念念就能够解释得出 佛眼到慧眼中间 所有的一切法现法相 你就能够慢慢体会 法眼 当你都法眼 慧眼 天眼 肉眼都清楚时 佛眼你不必说正不正 你所思要念念 具佛眼而做心中的方向而已 将来这四眼若是圆明 你就正得佛眼 所以我讲这五眼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这个见者如是见者明是直见 所以不必说佛是怎么见的 法眼如何见 而是你知道你虽然我们才叫做出击行者 你也没离开这五眼 只是这五眼之中可能在天眼 在慧眼 在法眼 在佛眼 在你心中啊 你还感觉不到他在哪里而已 但是你依然是个归家的人 那个心中的作用 无远都在你那一念心中作用 你知道吗 但是你要解释清楚啊 你要真正是在 世子行者念念归家在心性上残求上面 念念在佛之之间上面 你依然向他回头向他去认才有这五眼 不然的话 像那个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接了 那种你会开五眼吗 那个是五眼 那个是用手捂着眼睛 捂着你的智慧眼睛 五眼 然后一个人往生了 不小心站在那里往生了 为什么说他不小心呢 毕竟是亡者 我们不见得说 一定要说他可能是什么 过去成就的一切大众的恶业 因为有一些形象看起来是瑞相 但是你要看他站在哪里实现 假如他站在那些根本 邪知邪见的团体之中 他现一个瑞相 能够导正一切人从此以后放下邪见 我们说你是真瑞相 真实现 但是你的视现站在那里往生 或怎么样往生 却更增添这些人的邪知邪见 不但要邪知邪见 还趁这个机会 来破坏三宝破坏生团 因为在家所领导的这一些修行 才叫真经经 真念佛 叫念佛 佛就来接你 他真的看到佛 佛好慈悲来接你 不但增加后面的委屈的邪知 更还要败坏 作为败坏生保的邪见 那这样的视现 我不忍心说叫业 但我相信 大家要是能听 愿意接受就知道 那这是什么因缘 那是什么因缘 所以现在修行人 尤其是佛门弟子 如果是你还不愿意 在这个根本的心情上 念念回头参究 请问你如何下手 天台讲的直观 你念念之间 要在哪里作为你的医治 你医治心中 都还不知道如何医治 你如何形成 你念念之间 回头的根本的大观 有的人找不到修行 到底在哪里修 修行就是什么 最初沟通心意识上修 太坏了你的心意识 因为你永远不要怀疑 你一世换时 一切你的行为 行仪都变 理事根本就是一体的 是先在理路上 为大家沟通 先在行为上面 要在理路上沟通 不是你一天到晚 坐在课堂 我跟你讲话 光在理路上沟通 要都设六根 因为要一个凡夫 我们这种凡夫 的心态 过去的业感 你愿意心中 老老实实 入如是理 你不知道 你要用多少的 身心二徒的 发心跟力量 还是还要不断地 约束六根二来 听受 身要清晨 甚至于你还要发心 要在这个道场之中 不断地赔福 不断地执福 你才能够转出你的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种树的话 那才能够真正慢慢 能够转出你的保养土 那个种子才能发芽的 你种子发芽以后 你才能入如是里的 当下入如是里时 你就是如是事 过去你需要在如是道场中 成种种事 是因为那就是要你历练 你为什么甘心在道场上 那种子服劳役 那么每天辛苦呢 我是为求法来 你不要小看 这一句话求法来 法到底在哪里 法就在你这里 沉沉心心 想要求法的心中的愿力里 将来不见得这个道场 或者不见得道场住持 真的能给你什么 但是就是从你那个求法的心中 将来你的大觉心体 绝对不会亏负于你 所以当你真正念到那一念 心中赤诚的求法心时 那种赤诚恳切 为了求法能够干脑涂涕 真正发了如是心处 就如同我常讲的辟语 一个山上的侨夫 一个随便的渔夫 随便的一句话 你都大彻大悟 所以道场中的住持 过去的古德 你看他讲了什么法 说了什么 虽然古德留下很多文字 但留下文字 给我们像我们这种 伯蒂凡夫 反而更觉得糊涂 可是看到古德公案 他都没有跟他讲过什么法 都是路程建议 但是上面的住持 他的师父呢 最后搞不好告诉他 就是一个棒子 对吧 不然就是临门一脚 不然就是喝一杯茶 不然反正都是一个议员 就开悟了 能传授我们的 他有德 他真的有法 但你拿什么来跟他相应 不是真的拿着种种言谈文字 像我们这种没德的 跟你讲净文字也没人听啊 不但没人听啊 一天到晚都是告假的 学院还没开了 都告假光了 将来我在想说是不是摄影机 我在这边讲下面摄影机 还要我自己操控 用遥控器这样操控 工程做一半 不管我了 杀腿就跑 先老辣是既要讲课 又要准备资料 又要做工程 但我们是没德的人 用尽心讲说这么多的文字 这么多语言也听不进去 根本不愿意听 不好要听 我也能够体谅 你不要说现在来学都听不了 现在很少人在 现在放到网络上 也会见到多少人 多少人好听 愿意听 当然也不能说我讲得很好 可能也就是讲得也不太好 而且又喜欢骂人 更多人就不想听 过去的祖师 他又听到两个祖师说法 祖师都有德 五祖还叫六祖去聪明而已 你不要以为三根 叫他进去讲了多少法 你这么大的会根了 三根进去 天还没亮就送他出门了 你就已经开悟了 他开悟在哪里 开悟在聪明上 开悟在过去扶牢役上 开悟是为了求法 来这一念心开悟的 但是六祖因为无量节来 早就修儒式的根本的道种 所以精神实现 不过就是如此 你不知道你那年之间 到道场来扶牢役 身心投入道场 你不过就是聚集将来生中 有一生你那一念 马上能够开悟的根本道种 不然你以为你要听什么法 你要找到什么秘籍 你要找到什么葵花宝典 你能大车大悟的 你不会大车大悟 你会飞远走壁而已 你看我们叫出来的人 都会飞远走壁啊 今天还在 明天就飞远了 再问那个人 默默然今天在哪里走壁了 我们都是武林高手 只有老纳是长亭人 守的亭子 旁边来的所有的一切徒弟学生 都在老纳面前飞烟走壁 啪啪啪 都拍武侠片 来得去 来得快 来得急 去得快 以后我决定了 所有来的人 每一个法号都起 有一个疯字 那不是因为我缅怀道疯法师 所以每一个徒弟都起疯字 是因为真的来人 快如疯 去得如疯 所以都起疯字 再一个来叫临疯 再一个叫吹疯 反正都如疯一样 不开玩笑 这才叫做真实之间 那是念念之间 你明白的下手处 真正是下手处 是真实之间 所以内念心种 你是真正要明白的 你要不训练内念心种 你今生说要修行 你却还在犹疑 念念之间 身心不能来投入 你还真以为 这今生是有真实的东西 还真以为 你能够活多少岁月 你不肯在佛门之中 你把你的身心二徒 拿来这边扶牢役 投入 你都在五欲之中扶牢役的 而且你扶的那个牢役 你真正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了种种被他意识的可怜的 被感受之中 被五欲 被种种欲望 牵留的这些可怜的 那个才叫杂役 同样都是花费身心的地方 要到道场中来 要知道人生无常嘛 这无常的人生之中 你为你种下什么样精忠 今生会种下一点心中 什么样致重的方向 那一个致重两个字 你搞不好都还要修多生理解 你才能够发现真正向道的致重 今生还不来 还不发起 那你就不要说将来生中 能不能解脱 你根本不要担心 今生往生死阿弥陀佛会不会来解你 对吧 我甚至于都可以直接告诉你 发那种心的你放心 不是阿弥陀佛不来 是你早就背离阿弥陀佛 你根本不在决心上面 你真的懂得在决心上发心的人 你会不知道如何安排你今生的 种种行为吗 安排你今生的所有的一切 你应该有的一切 你的愿心跟你的一切生活吗 那唯有根本不知道在决心上面 决的那句符号不都不知道是在大决心体上 在心性上 在绝照上面建立的 也不知道这一念绝照 对他将来生中 生生世世有多重要 那叫菩提心 那叫愿力 有多重要的 所以他才会 现在还有那种念头 都还在那边放异 我只要在家好好念就好了 那阿弥陀佛就会来接了 阿弥陀佛 要是用那你们那种的想法 大家这种想法的话 那阿弥陀佛也有不小心堵车的时候吧 那阿弥陀佛要来接 那既然都能来接 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来接 你根本也不用念了 他都来接 就像这样子接 都要来接 所以那都叫妄想 那都叫妄想 那这种妄想 讲把净土大教 讲成如实的卑劣 那叫可怜 那真叫可怜 但你要真正明白道理 谁不好要念阿弥陀佛 你真正明白 知道决心以决应决的 这种根本心中 本来具足的这种智慧跟作用 谁不老实念阿弥陀佛 因为他再念一句 他都是什么 每一句佛号当下 都是他至终会面对自己 心中以决应决的赤诚 因为他相信这一念赤诚 将来整体心体 就换成圣人的支鉴 所以他怎么会 还用那种委屈心来念呢 他叫念念之中 那叫老实念佛 当你明白那种老实念佛时 你念那一句 都叫消无量业 消什么业 最起码先消你那种委屈 以为是有一个大力神明 来接应你这种委屈的众生卑劣的 种种妄想业力 可怜业力 这才叫大教 好 再往下看 今天要讲到二 入法界者 前面已经知道十支鉴 你念念之鉴已然站在大绝体中的十支鉴 所以你会发现 就在这个十支鉴之中 他能入法界 为什么叫法界 这个支鉴 他不是跺在任何支上说的支鉴 他是能够明白 一切支鉴的心中的 根本亲民的支鉴 叫十支鉴 这能入一切支鉴的 根本亲民的支鉴 所以他能够现前时呢 现前的时就是种种差别支鉴 那种种差别支鉴 每一个差别支鉴都一定有什么 有不同的界分 有不同现在的作用 那你在这个根本亲民的支鉴之中 你不会知道这种种支鉴的 种种界分跟作用吗 知道啊 为什么 因为这所有的一切界分跟作用 都是根本这个亲民之鉴 必定能够成就的一切的 现前而已嘛 必定成就就是法 在法中就会变化成种种差别支鉴 那每一个差别支鉴就是戴 所以那是入法籍的 所以念念之鉴你都是什么 你都不是跺在种种相状 或者是感受的厚重说的之鉴 你念的都是在那根本亲民之鉴去体会 一切种种不同的缘起 种种作用 所以看经文 极小尘缘起事法 就在每个这一小尘上小尘 这个成像之中这个动 动向当前 每一个念头起初那一小尘 而且不是在念头当前去思维我说的念头起初 你要知道能够动起你这个念头 我们感觉那念头已经是念头 已经是庞然的大物了 都已经整体遮蔽住你的意识了 但你要永远知道这个庞然大物的念头 最初起初还是那一小尘 永远都是那一小尘 那哪一小尘 就是心随缘 心正随缘 那一小尘 现在叫你站在看到众生的境界之中 你要明白那是成 将来你要回头当前 你要知道那是什么 其实那就是你的最童真的根本 那叫希达多 那就是希达多 你用众生反过来看 那就是最初动起之处 你要站在佛性上面去看 那就是能够入世的最初的童真 希达多 他最初入世之时 他还不是世间的厚重 他不是世间厚重 但他已然入世 所以叫出生 学生一定能够随便出生 这出生现前时呢 他是根本心性之中的 从来不堕在厚重之中的 本本的心中的童真 那个真性 童真之相 所以他永远踏着七世的莲花现前 每一步都踏着七世莲花 所以踏着莲花七步 那每一个作用上面都是什么 这个童真上面都是 你不管用你的意识 用你的意识能及的 上及天际下及地际 都是这一年童真为你现前的 所以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既然是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所以都是什么 都是世间感受之中 念念之间流露处 叫九龙涂水 龙是布施处 龙是布施 九龙就是九界 九法界流伦处 那反过来说 你将来想要回头 你就要念念在什么 在你现在的一切 你过去感受到念头的最深厚处 你都要体会 其实那就是那一小城 那一小城最初 你刚开始体会那一小城时 你还要认得 他这个根本就是你的心中 能入世的童真 你站在另一个角度上看 他就是入世的童真 所以你要站在任何念头当前 因为我们叫凡勤 我们叫弟子 我们叫凡人 所以凡人都在哪里 都是在感受最厚重处 拿这个感受最厚重处 因为这个感受厚重 也没离开过那个决心的根本童真 你将来要如何正在那年童真 不是要离开现在感受的厚重 而是你要整体认为 你整体要向厚重中去认 他根本就是那一年童真 所以你要拿着这个厚重的 我们这种凡勤的赤城 去回头灌木里的童真 叫做我今灌木诸如来 所以像中也是我们跪在佛前 西达多太子前灌木 然后你用这个像 念念要不断的告诫自己 将来每个念头当前 也是如是灌木嘛 本来是他的流出 本来是童真流出的一切的致用 现在我到一切致用的最末梢 变成凡勤了 但事实上最末梢的凡勤 也没有离开过作用 这种致用 所以我拿着最末梢的凡勤 回头来叫做灌木 而且这里面灌木如来的时候 法会的仪轨之中 有很多的表象 灌木如来你不可以自己带水来灌吗 你去买一瓶矿泉水 自己开一瓶矿泉水灌 不可以就在那一盆九龙土水 西达多太子脚底下来个水 本来是九龙土出 今天回头还是哪如是水来灌 有的人说在顶上灌或尖上灌行不行 当西达多太子就顶上灌 你不肯灌到如来顶 西达多太子 为什么西达多太子 就在这个童真顶上 每一个念头中 你要认得那个顶 叫大佛顶 你要念念去认 大佛顶上灌 你认得那个顶 所以有个顶象你可以灌那个顶象 但那个顶象绝对还不是如来顶象 如来顶象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为了要去找到根本大觉的顶象时 先有一个象让你去熟悉如是顶 所以才有灌莫诸如来 才有这种行为 才有这种世间仪轨 那这让你知道什么叫大佛顶 让你知道是手内颜 让你知道什么叫大方广佛花颜 你念念之间在佛手上面 开发你的花颜 所以那叫极小乘 缘起始法 它能够献出种种缘起变化时 那是根本大觉心底必定能够成就的法性 那刚刚不是已经知道法了吗 缘起当下你将来也不会再认为是成吧 还是抓到名相吧 再成在缘起就是心中随缘书 那就是什么 法 因为毕竟从心嘛 毕竟就在绝中 所以叫做法 那缘起始法 为什么叫法 法正在随缘时 诀正在随缘时 诀正在随缘 其实就是诀 但是诀正在随缘时 这个中间它就会呈现什么 一切的智慧作用 那叫做法 就好像镜子献出镜色 就是镜子 但是就是镜子上不法 那就是任其献出好事 正在镜性献出镜色的似乎作用 这叫制用 其实献出有镜体献出镜色 这个过程都是一体式镜 但是你会在一体式镜上 反复又看到好像有个镜子献出镜色 好像真有如实体用 那就是法 哪有真有如实体用 不过献出是法 让你觉得有而已 那事实上根本就是一 你现在因为在法性上面流浪太久 你看不出那是意 那叫做什么 心太粗 这种类似就是我常讲的批语 一个人被镜色迷惑太久了 你告诉他其实那就是镜子 那是镜色而已 那是镜子照色而已 你干嘛会被镜色迷惑呢 可这个人纵然他想听你的话 他心里面想听你的话 你你告诉自己 我为什么要被镜色迷惑 我为什么要被如实镜色 所恐怖呢 明明是镜色了 虽然嘴巴 明明是镜体了 虽然嘴巴常有如实声音 但是国际过去习气太深 不 所以现在最初有如实声音时 心中还是饱受如实恐惧 不是 还在恐惧中 只是你要有甘心啊 你是个行者 你还在这个恐惧当前 你还是不断地告诉自己 那是镜子啊 那是镜子啊 突然有一天 你慢慢久而久之心熟了 你自己的声音 把你的心都换回来了 你那个恐惧都是希望的 那个烈烈之间不断地换回来 那就叫做习气 那改一个善习气 回头熏习 突然有一天心熟了 你突然你想恐惧 恐惧也不起来了 你再看到镜色现前出来 就是镜体 你看到镜体了 就是镜色 那为什么叫镜体镜色 你能清清楚楚 就是一体 但一体之中 何妨认其 好像有镜体现色 镜色现体 镜色感能够呈现镜体 这种作用 这种作用 事实上在你来讲 你早知道它是一体是镜 但一体是镜当前 你不知道心中 你心中不知道有如是的作用吗 有 但是也是相 相耳 那也叫做法 法耳 所以这个相是最初的相 不是我们剁在末少的相 这是最初的相 所以为什么叫佛法身体相用 那个相 最初能先相的那个相 那是法耳 所以那个叫做缘起实法 所以下面告诉你法是谁自显的 什么叫法谁自显 决心正在现觉是旧教觉 但是中间不符 就是何妨认其献出如是的作用 信用叫做智 所以这个智就是什么 成就一切知嘛 所以智上面一个知 下面一个日 它就是成就一切 作用之嘛 所以法是随智显的 那决心正在随原时 就有如是智 决心正在现随原时 不要说决心正在随原 这样听啊 你们老是会以为说 决心正在现随原时 因为决心现 那也是决 但似乎就在当下现实里 就仿佛就好像有作用吧 有信用 那叫智 因为在这个信用上面 作用上面 就仿佛分得出来 什么是题 什么是相 什么是用 所以那叫智 叫做法随智显 在法随智显 用中才有差别 所以下句叫用有差别 在它现出的智显 就是每一个作用上面有差别 那每一个作用上面有差别时 不过都是一体式法 一体式法所现的种种差别的法 叫做用 听得出来 要听清楚 一体式法才能够随原 现出种种差别的法 为什么要现出种种差别 因为现出用 用出用中不同 但是能够法一切的永远是一体的 没有如是能够法一切的 你哪能够随原现一切法 这个法一切的法 它不是黑不是白不是大不是小 但是必定它能够法一切故 所以大在这个法上变成大法 小在这个法上变成小法 黑在这个法上变成黑法 所以你才会体会出这么多的差别 黑法白法小法大法 你就会有差别 有差别的目的是什么 有差别的目的 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因为它是随至显的 既然是至 所以至一定要照见差别 能现出差别才叫至啊 所以只是在用中现出来 叫戒此法 所以自然而然在心里面 就能够分戒 大小黑白 你不会戒吗 你明白时你就任其心中 能够体会那个戒 你任其体会那个戒 这是我常常讲的 为什么讲到 出家人 老想出家人的目的 就告诉你 今生想要向道 一定要信出家向 出家人搭的歌节衣 就是先告诉你 你最初回头时不懂 叫奋扫医 你再来慢慢慢慢入 如是道时 那就是歌节衣 你明白如是歌节 将来你要是体会时 回过头来看 就是你心 回过头来看 就是你站在体上 看一切歌节处 就是戒分处 先要明白歌节 你回到它的根本 那是穿着歌节衣 然后修根本 一如道 将来你站在一如 能够担当一切决心 能够献出的一切歌节 但是在那个歌节 就不叫歌节 那叫什么 那叫入法戒 那叫歌节吗 再非你不知道 再办你不知道 那过去你不知道歌节时 那就是歌力王歌节你 将来你明白那个歌节时 那就是你入法接触 所以那个叫做 是戒词法 是戒词法 今天时间又到了 慢慢先让你去体会 入法戒 是怎么样入法戒 所以你要是真的明白决心时 你当然相信将来 站在任何决心上 你看的都是法 你再也不是躲在象中的 你看的就是决心 必定随缘的智用 你已经明白那个智用 就叫做见法 既然就叫见法 何妨 再大说大 再小说小 你正在何妨处 表示你能够担当一切差别处 那你为什么能担当 你担当差别处 是因为你根本不多差别 你不多差别 而担当的差别 不过你只是随缘 随智慧入一切法界而已 生死世大 大众好自残之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阿弥陀佛 if you for 方式为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